今天这一期的爱耳闻报告节目是由 匿名者 星耀 围城 俊的小约二 小李 茂茂 TYH平方 西区第一美 Michael Lee 是五一同号 不是五一的幸运锁链 Silence Pan 纯末之笔 阿光 雪山hiker Hangu 潜水爱草 默默 红 新加坡的 李查不是查理哟 以及Oliver 共同赞助直播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让我们这个报告节目 可以一直的坐下去 今天正式买厂第一百集 祝大家五一连假之后的上班 上课 都顺利愉快 每天都要来一杯 冰拿铁 嗨大家好 我是艾尔文 我是五一 欢迎收听 第一百集的 艾尔文 抛咖节目 我们的抛咖节目 已经正式的 麦想三位数了 之前都是两位数 今天这一集 刚好是第一百集 所以是三位数 有什么不一样吗 背景不一样了 好烂 片头还是一样 我想说 至少第一集 做到满三位数 因为我们的编号里面 都是零几几几几几几 至少要有一集 是到一百嘛 就三位数这样子 现在的那个树叶刚好在你背后 对啊 是故意这样安排的 你这样好像妙王种子 不是万绿红中一点红 万绿虫中一点红 对啊 我就是那个红 不是你是妙王种子 好啦 所以在这里 还是要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这两年以来的支持 就是我们从台湾的整个Podcast 盛行之前开始制作这个节目 到台湾的这个Podcast产业 已经经历了一轮的盛行 然后 没落吗 应该说 一群人停更 就是没有在更新的 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到最后发现说 原来Podcast不是一个金矿 就发现很多人 没有赚头这样 对 讲说他进来捞钱赚钱 就发现 好像没有这么好挖到金 结果就一堆人开始停更了 然后到现在 我们还一直的做下去 真的要非常谢谢你们每一个礼拜 都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在YouTube上面来观看我们的影像版 谢谢你们习惯 让我跟五一的声音 可以陪伴着大家每一个星期一的早晨 虽然说今天是星期二啦 因为今天刚好是碰到廉价嘛 我们就是大家开工的第一天 那也要谢谢每一位曾经在 我们这个节目上面 donate留言的你 不管是小额 中额 或者是一些 偶尔的大额的赞助 是因为你们的donate 才让我们这个节目 虽然说没有很多的业配 但是还是可以一直的做下去 也让我跟五一可以在 每一个周末 预留一个半天的时间来去录音 然后星期天晚上熬夜的剪辑 让大家可以在星期一早上 热腾腾的陪伴着大家上班 所以第一百集 毕竟就是三位数嘛 所以我们今天的背景 稍微换得比较不一样一点点 然后我们也预计要进入第二季了 只是说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中间的休息时间 所以我们不会一次到位 直接进入第二季 我们会慢慢的转变 成第二季这样子 怎样慢慢的 就是可能这个礼拜 你们发现背景的不一样 然后下个礼拜 你们发现 那个片头曲可能不太一样 然后在后个礼拜 可能就发现 架构可能会有 稍微有一些不一样不一样 会慢到让人家察觉不了 应该还是会察觉的到 因为片头曲这种东西 就是你每个礼拜习惯听了 突然间不一样 可能还是会感觉的出来 今天听的是哪一个节目的 那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这个报告节目 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你们想要听到更丰富的 不一样的内容 或者是有什么单元上面的建议的话 也欢迎大家提供给我们参考 因为毕竟我就一个人的脑袋 可能思考比较有限 所以欢迎大家天马行空的想 但是要想一下执行力 比较有可能做得到的事情 就不要讲那种什么邀请来宾来 然后就没有朋友 可是你的点太多了 例如 很难提供太多意见 你可以提 但我有否决权 你看 好那我们就一起期待第二季的到来吧 那今天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是5月2号 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 我们上个礼拜没有更新嘛 原因是因为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两位都在雪山 不只是我们两位 是我们全公司都在雪山上面 对啊 我宁愿来录音 宁愿来录音也不想爬雪山是不是 太累了 当下啦 现在不会啦 我要说的是因为最近 我们下山之后回来的这几天里面 台湾的确诊案例 就是COVID都是破万的 大爆发 对算是大爆发 可是我在想回来 我觉得好像最近虽然说是破万 如果你单纯拿数字来看的话 好像可怕 但是我在路上走街或买东西 其实我不觉得到 有很恐慌的感觉 之前还好 但是今天我出门 我发现餐厅的人好像真的比较少 不好意思 有吗 有何啦 你说之前是指前几天还是 前几天甚至上礼拜 就是有些吃到饱的餐厅都还是客满 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我出去看的时候 我感觉路上人比较少 还是都出去玩 不知道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最近看新闻 好像都很两方面的 有些人就会采访那个什么 民宿业者 留意业者讲说 哦我们最近很惨 赶快补助我们 就要退了什么 退了几层 退了几层 然后那个什么 南 南横 南横公路重新开发 然后什么民宿大爆满 什么餐厅业者大爆满 我就讲说嗯 那是有特别性不太一样啦 哦有特殊性 对啊 但我好像发现一件很规律性的东西 在这两年疫情以来 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爆发吗 不是好像每一次我们出去一个远门回来 好像就疫情大爆发一下 你有发现吗 好像也是 我们去年爬完奇莱南华回来之后 就封山了嘛 就封山了嘛 然后我们去完金门回来之后 是不是那时候就整个台北就变空城 就三级啊 就三级警戒对 可是情况好像不太一样 那个时候进入三级警戒 我记得好像才几十例 刚要破百例而已 那现在是我们去 因为那时候都还没打疫苗啊 哦 所以比较严谨一点 而且算是比较初期在面对 而且那时候症状比较严重 而且是第一波大家遇到的 然后现在我们去爬完雪山回来之后 哦 破万了 然后就让我想起来 你知道去年的时候 我们还在 很紧张疫情的那段时间 就有马来西亚的听众们 跟我的老朋友们就跟我讲说 哦 马来西亚很严重 八千多例 然后大家都在酸说 就是酸政府啦 就讲说破万不是梦 结果隔两天就破万了 嗯 现在台湾也破万了 可是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 哎 嗯 对啊 破万了 就就 就你知道 可能是习惯了 或者可能 Omicron的这一波 那时候他们面对的是 Delta的破万 对啊 而且那时候 他们的那个疫苗覆盖量 也没那么多嘛 对 对啊 然后现在好像经历了两年之后 大家可能对于 这个事情也开始 接受度越来越高 嗯 然后也比较可以放平常心去面对 而且我们走的是一条大家很多个国家都已经走过的路了 嗯 其他国家是几十万的一天 哦对啊 有些是几十万 不是说在看到其他的国家都已经走过来之后 台湾好像可以比较从容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对 有些国家都甚至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了嘛 然后这两天刚好就是五一连假嘛 所以其实像 日本他们好像也有一个叫黄金周的 然后大陆 他们也是有一个五天的连假 那像大陆 现在就是因为太多个地方 好像我看英文的媒体报道 就讲说有高达27个城市在风控中 所以他们各个城市里面 刚才看到新闻就是万里长城上面几乎没有什么人 我就想说 天啊 这个时候真适合去旅游 你现在敢去吗 应该还是不敢去 我是觉得那个人潮 只是说那个人潮啦 对 因为新闻它刚好调出 去年的五一连假的时候 跟今年的五一连假的人潮对比 今年的五一连假 那个万里长城上面就是小猫两三只 然后去年的那个上面就是人满为患的感觉 说不定日本现在很多地方 也没像以前那么多人 哦 你说到日本 应该是说少了很多大陆的游客 但是日本 因为他们现在也是在黄金洲嘛 然后他们的机场 我看前几天也是有新闻报道 讲说大爆满 对包括火车 那不是国内旅游还是国外的旅游 都有 就是他们的火车站 他们的机场全部的大爆满 那个什么承载量都是什么 一百几一百六什么之类的 所以日本已经是完全开放了吗 哦没有日本还不开放给国外的旅客可以进来旅游 哦 但是日本的旅客可以出国去其他的地方旅游 像他们那个国际机场上面就很塞嘛 就很多人 全部人都知道听说是去夏威夷去玩的 所以他们已经可以出国旅游了 所以如果台湾回来不用隔离你会直接出国了吗 当然马上他明天说不用隔离我今天就订去东京的机票 去大阪的机票 我才不相信你有那么快 他只要一说可以回来不用隔离 我跟你讲马上订机票 订哪里的啊 你现在应该很多地方要第一时间去吧 应该是说脑子里面想当然还是去澳洲为主嘛 毕竟可以见家人 但是你要说说走就走的这种计划 我觉得日本会是第一个 因为日本已经是熟到 衣服去那边再买就好 我是说熟到我们可以就算不做功课 我们也去到那里也大概可以知道地铁怎么搭 要去哪里走一走玩一玩去澳大什么东西 就很好掌控 而且觉得应该不会无聊 对就算去个三天也爽你知道吗 就是爽 可是澳洲就不可能只去三天啊 澳洲就要规划比较多一点 期待啦就是期待什么时候 台湾也可以入境不用隔离这样子 希望疫情快点平缓 这句话已经讲两年你知道吗 就是希望嘛 哦对现在大家面对的应该就是快晒剂的问题 比较严重 好像都买不到耶 你知道因为我这几天一直跑很多药局我都买不到 你跑很多药局 我是跑我公司附近的啊 从实名制第一天到今天为止 我都买不到快晒剂 我买到了耶 但是我是预约下礼拜的 五一这里他预约到的是因为我家附近这里 我们昨天去买早餐的时候 阿姨就讲说他们接受预约制 然后他就预约到礼拜四 他是说避免外面很多人群聚啦 对那为什么我们一直很想要做快晒 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一趟去雪山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在雪山上面 在登山的过程当中真的很喘 几乎是大家不太戴口罩啦 而且户外活动啊 所以大家比较不会带 我不知道那个观众有没有很多人是有在爬山的 很多山友啊 在教会的时候都会说你好 哦对啊 就是登山的过程就是大家打个招呼嘛 对啊 我原本也是觉得这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就是几次下来我就发觉有些人啊 他在你好的时候突然在很近距离 讲完你好 就在我们面前就 吹了一下气 你知道现在疫情会突然觉得有点紧张耶 所以你后来有没有发觉我后来都不太一样 我原本都是很近距离 因为很喘嘛 就近距离才跟大家说你好 对 我后来下山的时候哇 隔着两公尺看到了就你好 哦你是因为这样子才打招呼 打喊大家声是不是 对对对 我想说 我想说有些人都跑太近距离的时候 都在你面前才跟你说你好 你知道有时候那些 他们在喘气 那水会喷耶 不是 我原本以为你是下山太开心了 所以看到人 然后他们在上山很痛苦 所以你就很开心 就远远就跟他们讲说你好 有可能也是有一点点这样子 我以为你是这样的心态 没有啦 最主要是就觉得 有些人跑到太近距离 因为那时候你也不可能真的把头撇过去 又很奇怪啊 哦 因为你之前上山的时候 我们也会打招呼 但就是 就一边爬就一边说 你好 就是小小声 就是点个头或者打个招呼就这样好 下山的时候 我一不是呢 人家在那种什么两公尺远那边 他就很大声的就 你好 我没有表情那么浮夸 你演得很像智障好不好 没有你就很愉悦的声音 然后又很大声 没有就是想说 就远远的就先讲 哦是因为这样子 对啊 因为疫情期间总是比较敏感一点 对不起我把你心态想得太坏了 可是你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吗 我当下好像没有想到 对 但是我这样品觉是不是有这个道理在 好像也有一点 因为 因为大家很喘嘛 那个喘气 对户外活动 尤其是在登山这个过程当中 的确99%的人没有在戴口罩 因为很难说 在教会的时候才把口罩就立刻戴起来 对 这真的有点难 这太麻烦了 对 然后在山屋的时候 因为大家睡等于是一个大通铺的概念 然后你如果说 睡觉的过程当中要戴口罩 没有因为这次的通铺又更大了一点 你说人很多 因为我们上次在齐来 它是五星级山庄嘛 其实它相对还没那么挤 这次更挤 对 这次更挤 而且就是一个空间里面容纳人数又更多一些 对啊 再加上它没有像齐来南华的山屋这样子 就是外面有一个像食堂的地方户外 就是桌子比较多 对桌子比较多让大家坐 这一次我们爬雪山的时候 我们住的是369山庄 那外面可以吃饭的座位好像就四桌嘛 对 四桌 对所以大家其实是很近距离的 那你吃饭的时候不可能戴着口罩 那放饭的时间又差不多都一样 所以老实说我们自己觉得危险性比较大一点啊 虽然说睡在睡袋里面 但也不可能戴口罩睡啊 对啊 那很难睡 太难睡了 但是我的确是看到很多人把整个头都闷在睡袋里面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对啊 我们是尽量就面向自己啊 我是觉得啦 加减危险性一定会提高 我觉得会提高啦 对 所以我们就想说回来之后就要快塞一下 就自己做好安全这一方面嘛 就买不到快塞 我是还好 因为我毕竟就是自己一个人住在家里面 然后上班的时候 我的同事就是001 他也是跟我们一起去爬山的 基本上我中他也中了 他中我也中了啦 所以倒是还好 我的生活就是很简单 但是因为像五一或者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山友 像表哥啊或者是表哥的朋友啊 他们都是跟家里的人同住的 所以他们下山之后如果回家就是变成会直接接触到家人 那像五一他家里面也会有老人家 就是父母啦 所以就觉得好像应该还是安全一点 所以五一下山之后他也不敢直接回家 他就那几天都先住在我家 所以我们就一路上哦 因为我们的登山的地点是在宜兰的武林农场那边登山口上去 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从宜兰一路上买回来 啊一路上找回来 问哦都问不到 因为那时候好像听说已经全部被征收回去了 对啊 对所以一直都买不到 接下来就是实名制的嘛 就是实名制的购买 结果还是买不到 因为你如果要去排队的话 一方面又是另一类的群聚 另外一方面是你绝对排不赢那些阿公阿嬷 七早八早提前两个小时给你去排 真的耶而且是排一大圈耶 对 因为我们算是时差还没有调过来 因为山上的时间都很早就睡觉 结果我们早上七点钟去买早餐 结果阿伯阿嬷们外面已经排了一大圈了 就拿个板凳坐在那边 对 另外就是我看到新闻上面有讲说 可以看那个地图嘛 他会显示说各家邀居 你附近哪里还有哪里是热点 哪里卖的比较好什么 那个结果我去看了 真的都不准 我看到还有剩下还有几季的那些阿 然后我就想说 我家附近哪里还有药局还有剩的 我就过去找 结果过去之后他就想说 那些是早上发号码拍的 只是他们还没有来拿 那个你就只能当做 哪里有卖的参考吧 哪里有卖可以参考 对阿 但是剩下几季完全不准 因为每个药局 他们都有自己的作业流程 其实我觉得这就跟当初口罩一样 一个月以后应该就不用抢了 对阿只是说我们现在正好就是需要的时候 对阿我觉得现在就是主要还是留给那些 比较需要的人 例如有些人他就是公司 要上班前一定要先快筛 或者是他刚好是被匡列隔离的人要快筛 或者有症状的人 对阿就是其他如果真的没那么急 说真的你没事也不会去拿来筛 对阿就不要去抢了 所以我们也很幸运的 就有朋友刚好有手上有 所以他给了我们两个 那我们两个撤了都是没事情的 所以就好 那五一他昨天晚上就回家去了 因为刚好他妈最近也生日 所以祝五妈妈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所以五一就可以当个孝子 回去安全的回家陪妈妈过生日 对,咱们ase快乐 把孝子带起来 我 Joan enrolled去高军 对,咱们这些 是最不容易 的 是最不容易 怎么这么快乐 是最不容易 蒸的 是最不容易 我尽量的 是最不容易 我尽量 ram 不容易 The world feels right in your life 欢迎收听第100集的爱耳闻 podcast节目 我是爱耳闻 我是吴依 好那这个礼拜的耳闻事项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我们的雪山行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 雪山行什么 天想要金庸的小桌 那要取什么 要不然你取一个很厉害的名字吗 给我一个华丽的迟早来 我们不是雪山远征队吗 他们抱团的时候 他们叫什么 附建州州团 之类的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写的 结果那个管理员 从到底附建只有我们两个好不好 其他几个哪有 根本是在讽刺我们 然后管理员看到我们的时候想说 看你们一群年轻人 那那你现在来附建了 对啊 好啦反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次登雪山的一些心得 那这也是我们 我跟吴依在一起 12周年的度过的方式 我们就在4月25号 刚好是我们在一起的 第12周年的 正正当天 我们两个人一起登上了 雪山的顶峰三角点 我在过程中就一直思考说 我为什么会来这一趟旅程 后来才想到 为了要过12周年 有没有一种共患难的感觉 现在回想起来是真的有 真的是共患难 尤其在第一天上山的时候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很期待 我们这一次登山的Vlog 其实我自己原本一开始 我也是很期待 就是抱着想法说 一定要把这部影片 把它给做好的这种感觉 但是我现在内心 是不是高估自己 我在内心又很挣扎 一直想要跟大家讲说 大家还是不要那么的期待 因为这一趟的登山行 真的是状况还蛮多的 没有上一次那么顺遂 对上一次我比较可以 在脑子里面 其实都是我预想中的情况 基本上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或者是突发状况 上一次基本上就是 我脑中的剧本 完完全全是按照 我脑中里面想的来去进行 是哦 几乎都是啊 我没有什么太意外的东西 当然意外的就是 山上那个壮丽的景色 是让我很意外的 那这一次就是 全程都是一个意外 全程就是一堆突发状况就对了 对 所以我没有很有信心 能够把它剪出成一只 我自己很满意的作品 但也许这种真实感 也许就是一个Vlog的精神 可是不止你害怕 其实我也很害怕 因为其实第一天过来的时候 我们两个光顾着泪 根本没时间去照顾要拍什么 所以我后来要睡前 我在想今天有拍到什么吗 甚至在睡觉的时候 我根本就睡不着 我就脑子里面一直在喘 你还睡不着哦 那时候那么累 我很痛苦整个人 可是我有脑子里面 一直在懊恼说 我今天怎么上山的时候 没有拍这个 怎么没有做ending 怎么晚上吃晚餐 都没有讲多几句话 我就这样讲 我们到底拍了什么东西 连下山回到家之后 我都在疑惑 我们这一趟新生到底拍了什么 所以最后到底有没有拍 有拍 当然是有拍东西 有录东西 只是要怎么样把它剪辑成一部 我自己满意的作品 那会是很考验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我跟001 我们会尽全力的去把这次影片 把它给剪好 那也希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待 那我们今天的Podcast 就先跟大家分享几件事情好了 我们先来分享好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以结果来说 我们的确是完成目标的 就是我们这一次剪了两座的百月 那就是雪山 两座吗 两座啊 雪山东风 东风就是其中一些百月啊 东风跟祖风你分开哦 大家都是这样算的 大家都是这样算的 对 所以你看大家会去登山的时候 有什么一次剪的三座百月 所以我今年已经剪了两座了 我把明年的扣打都用掉了 所以我明年就不用去了是不是 话不是这样说的 不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就是在去369山庄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山屋会经过东风 所以那就是其中一次有百月 所以东风就可以下来了 其实 没有我们这一次的目标是 雪山主风 所以我们这一次 以结果论来说 我们有达成目标 而且超越目标 我们剪了两座百月 OK 然后第二个好事情就是 也许是我们还算是新手吧 新手运 对新手运非常的强 他们那时候什么 大警保证 因为登山前一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有在 看山上的天际状况如何 好像都下雨 那时候 对一直写下雨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八十 每个都在写下雨 然后气温是负一度之类的 对啊 然后我们就 其实有点怯 有一点怯 对想说该不会吧 想说体力已经不一定能复合了 因为那时候已经一年没运动了 结果还要冒着大雨爬上山 就感觉很落魄 就上去如果又一片白墙 白墙 我想说哇那可以直接先不要去了吗 这真的就是很难忘的十二周年之旅了 太难忘了不要这样 但是过程当中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只有第一天上山的时候 有遇到下 小雨 我觉得算小雨 对因为我们连 雨衣都没穿 准备的雨衣 雨裤都没有穿 我们只有拿那个包套 把我们的包包给造起来 不要让它淋到雨 就是没有变魔法师啦 对 当我们抵达雪山东风的时候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是白墙 但是几分钟之后就除大井 然后几分钟之后又白墙 但至少我们有遇到 对我们有看到 我们有遇到 有看到清楚的时刻 没有拍照 对 最重要的那个雪山主峰的时候 我们上去是完完全圈的好天气 你都被晒伤了 对 出大井 然后整个山景超美 我们在圈谷看到的时候 就是蓝天白云大井 上到主峰上面的时候 一样也是这样子 真的是还好 那时候是出大井没有白墙 才会觉得说 我辛苦了 这样子还是值得的 如果那时候上去又白墙 真的会很哀怨 因为我真的有遇到 我们在上山的过程当中 我们原本不是坐在那凳子休息 后来有山友下山嘛 然后跟表哥打招呼 然后那个人也是我们的听众 是哦 对 他就传给我 在我们回到平地之后 他传给我 我们讲说 我们在山上 等了两个小时 在主峰顶等了两个小时 还是一片白墙 我们只差一天 就只差这么一天 他们等了两个小时 都是白墙 然后我传给他看我们的照片 他说 干 那干是你家的吗 没有没有 是他写的 他真的写干 好了 是我应该也会骂干 对啊 就是很可惜 因为只有一里路 那么难爬 上去就白墙 所以好事讲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 不顺遂的事情 或者是可以说是检讨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出发前一周 才来热身这件事情 有点太晚了 我就说 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啊 不是 应该是说 对我来说 我做任何 应该是说 我做很多的事情 一股冲劲 对 我就是一股冲劲 也许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做了很多 我人生中原本 没有规划的事情 或者是 我想都没有想过 我回去做的事情 然后也许 效果 或者是成果 也都做得还不错 所以我的人生 有很多的东西是这样子 就是我想做就去做 可是你这次 还是觉得你还是有点鲁莽 对不起说我冲动了 是吧 对 我真的有点冲动了 因为你就觉得说 去年都背了十几公斤 去年是17公斤上起来 你就想说 今年20公斤 应该也还OK吧 对 我这次就背了21公斤上去 对 结果真的就是太高估自己 对 那时候还说 还跟我说 你那些餐具啊 什么 你只要人去就好了 我真的太高估自己了 后来我看他那样子 我说算了算了 你还是全部拿回来好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好体力 去年 我们就要爬起来的时候 其实还算是一个有维持 运动习惯 跟运动习惯的 但是这一年以来 真的就是因为疫情啊 然后种种的原因 这一年以来 几乎是没有运动 也没到完全没有了 只是运动量 真的是少蛮多的就是 几乎没有了啦 几乎就是 有氧几乎是没有啦 对 你看以前的我们 还可以连续上两趟combat 拳击游养科那种 你现在叫我连续上两 两首歌 我都想要退出 也没那么少啦 所以就是 应该到第三首 运动量真的是大大 减少了很多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在前一周的时候 去登那个小山 就讲说 没什么啊 孝子山 对孝子山 就真的是很轻松 只是说下山的时候 不想摔的那一跤 我没有想到那一跤 会影响到 这一次的拔山系 你看这也是我说你高估自己 那时候我就叫你快点把它治好 要不然我说你会很惨 我原本就想说 好啦 都是我自己原本想说 我想说 淤青没有什么大不了 小时候被打嘛 不是淤青 反正就几天后就好了 结果 然后殊不知我就是摔到了那个盆骨的那个地方 种的那一块 到现在都还是种一块 我那天帮他看 他整个屁股都变黑了 就是余青很大一块 非常大一块就对了 对所以 当那个包包的腹中 这样压在上面的时候 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再来的话就是 我在出发前一天的时候 这是我自己深刻检讨 在出发前一天的时候 你没有检讨啊 你每次出发前一天 你都在熬夜啊 我都懒得讲你好不好 不是 我们要出去四天的行程 我必须要把所有的工作 都先把它做好 所以你不会检讨 我下次会尽量的检讨 因为这一次刚好就是 有工作在忙 然后我也要赶着礼拜六 因为礼拜六那一天 我们就已经上去 山上的明珠住了 所以我必须要在礼拜五的时候 把所有的工作影片都安排好 所以我在出发的前一个晚上 我就通宵 几乎是没有睡觉 又要睡两个小时这样子 所以精神状态 就不是太好 因为对于我原本的日常生活来说 我就是每天都在工作啊 所以你要我突然四天不工作 我只能够把那四天的工作量 往前提 就变成那天就通宵了 这一点我检讨 我会继续教训 他不会检讨的 第三点就是 我没有认清高山症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我没有 我人生中没有遇过高山症 因为我们上次去骑来南华的时候 也没有遇到高山症 对 而且那时候也是三千公尺以上嘛 而且我们这次的准备 其实跟上次差不多 我说在对于高山症的准备啦 我们都是前三天开始吃高山药 差不多啊 上次是真正的 完完整整的前三天开始吃 这一次根本就是前一天再开始吃 我们礼拜五才吃耶 那至少六我们也还没上三天 也吃两天啊 那吃两天就少了一天 那吃法也不太一样 去年的时候是一天去吃一颗 完整的一颗 这一次是半颗半颗这样吃 那不是别人跟我们说 半颗半颗这样吃会比较好吗 对啊 那个钥匙 就是我们去买的时候 钥匙这样说的 然后001说他也是这样吃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也这样吃好了 对啊 所以去年没有事情 想说今年差不多也一样 结果 我完全对于高三症是毫无认知的 即便是我当下遇到的 我还不知道那个是高三症 结果你这是全部高三症的症状都有耶 也没有到全部吧 我听他们这样讲几乎全有啦 我这一次上三的时候 口吐 头痛 胃酸 呼吸困难 喘 几乎都有啦 可能还有其他的啦 但是不知道 反正我这一次就上三的时候 一开始登山的时候会喘 我觉得都是正常的事情 因为很久没运动嘛 呃 对 而且去年齐来南花的时候 我自己也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是会喘 但是我自己的调试方式 有了去年经验 我就觉得说 把呼吸调整好 把脚步步伐都调整好之后 就会很顺的 这样慢慢上去了 就是一步接着一步 一步接着一步 但是今年不是耶 今年我在上雪山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了 我不管我怎么努力的 想要调整我自己的呼吸 我都没有办法把它调得很平稳 我都一直觉得我呼吸不到空气 这个症状从七卡 就是第一个我们遇到的三五 两公里 两公里处之后 我就觉得越来越呼吸不到空气 然后我大时候我也不觉得 我只是想说 可能真的太久没有运动了 我就一直想要大力的呼吸 你那时候有测你的血氧红度吗 没有 我觉得那时候说不定应该没有到九十五 我很智障我跟你说 我就忘记了 因为我想说登山要四天 所以我开那个 那个省电模式 结果没有测到血氧 对啊 我觉得你那天应该要测 我最后一次测的时候 是剩下百分之九十四 然后接下来 我就是一直想要用力的呼吸 越用力呼吸 我就越喘 然后整个好像过度换气的感觉 那就不正常了 然后上到山上之后 又整个大头痛 我在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吃药了 第一天 第二天 到了第三天 我起床的时候 头还是爆炸痛 有 我看了转你非常痛苦 感觉是真的是神不如死 但是影片上面可能看不太出来 我只要一开 你有强言欢笑 我只要一开机 录影间一按下去 我就 我们现在在什么时候 然后一管掉的时候 我就 好痛 而且第二天早上 在山上山屋睡醒的时候 我整个胃食道大逆流 整个灼热感烧到我喉咙这里来 我是在上煮风的时候 也觉得有点胃食道逆流 我当时就开始胃就不太舒服 就有点没有胃口 又有点想吐 所以我当下就是很不舒服 但是我又没有意识到 那是高山症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在第一天 我们在灯要去山屋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内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 就想说 会不会 我们这一次真的会失败 你也有这种想法 其实我在后来太阳渐渐下山 我们要走一去山屋的时候 对 我们那时候已经落后很多了 对 从东风下来 要去山屋的那一段路的时候 就是我们大概走个十秒 就会忍不住想要休息一下 对 我那时候也真的觉得 我们是不是会在这里放弃 可是我又觉得 我好像没有任何的推路 我一定要走到底 因为那时候也不可能走回去了 而且后面又没有人 那时候他们都已经先到山屋了 只剩我们两个相依为命 没有 我意思说我们一定要撑到山屋 这点没有错 可是隔天有没有办法上主峰 你那时候已经想到这个了吗 对 我脑子里面就是一直很混乱 我整个人很焦虑 影片拍不好 人又很不舒服 然后又在那边怀疑自己能不能够登顶 对 那时候对体力是真的蛮怀疑的 但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登顶的问题 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登顶那么累 我那时候至少想说登顶的时候 我们就换青妆了 反正就是整个人就很不舒服 然后我去盘点了一下 下山之后 我这三天里面我吃了12颗EVE 两颗的克达弗尼 然后一颗胃药是跟表哥拿的 他为食道逆流的药 还有一包的大阵 你大阵也吃了 我就是带了什么 要全部都把它关进去就对了 再来我还要说下一件事情 GoPro 我想说这么重要的一个记录 应该要把声音也收好 因为上一次我们去拔 小指战的时候就已经测试过了 那我觉得 声音方面没有太符合我自己的需求 所以我又再给他外加了一个麦克风在上面 结果回来之后我发现 那个GoPro第一天整个路程上面 都没有收到声音 我拿这么辛苦 觉得都没有声音 我傻眼 我真的是傻爆眼 是因为它一直掉下来吗 因为它那个麦克风 我拿的时候它一直掉 好像有点掉下来 所以我不知道是电线扯到呢 还是什么 就是只有两三段只有声音 其他都是杂讯 然后接着GoPro就算了 空拍机也超级不给力 状况很多 你空拍机那天很可怕 我第一次飞是在圈谷飞 圈谷就是已经快到雪山 树峰那边了 但是那个景很漂亮 一个大景 所以我已经是充满电才带上山了 结果我一开机 电力剩一半 我原本可以飞15分钟 现在只剩7分钟 我原本休息到一半 听到艾文在那边大叫 我就知道完蛋的事情不妙 通常一起飞之后 我就要争取时间了 马上让空拍机往上升 往后退 把这个大景给拍下来 结果退 我用最大的速度往后退 退到一半的时候 他突然在那边给我降落下去 你知道他后面就是山谷 就是没有东西 就是树 就下去了 他给我直接降落 我整个傻爆眼 我想说你降落怎么 我没有让你降落 我也没有操控你 降落他就一直跟我讲说 电池有问题 正在降落 正在降落 他有可能被九天玄女附身 这样你妹啦 因为我看你那个真的是800英尺 500英尺 就慢慢下来 我整个傻眼 然后我就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冲回来 因为他一定要越接近我 我就越有机会捡回空拍机 对 就算是没有到我面前 但我还是捡到 就幸亏幸亏到最后一秒的时候 他降落到着地的那一刻的时候 距离我大概我还走得到的地方 可是他还是有点不正常降落啦 对 他就降落在草丛里面 所以他那个讲义上面是已经有裂开了 但是降落之后我就不甘心嘛 我就想说这么重要的景 我一定要再飞多一次 所以我又再让他起飞一次 结果这次我就飞得很顺喔 然后就是好美大景好漂亮 天哪这个角度怎么我这么会飞啊 电池结束降落之后 发现我没有按到录影键 你们可以想象艾文当下脸多塞 他脸真的超臭 我当下是整个人傻爆眼 你知道吗 我想说我怎么会犯这么这么低级的错误 我人生中没有犯过这种错耶 因为第一次最急完之后 我就按下停止录影了 就我再一次起飞的时候 我忘记再按录影下去 结果最漂亮的角度 最美的景色 全部没有记下来 就白飞了就对了 对而且浪费掉那一颗电池 然后我当下真的是心情 没送到几点 就是对自己的没送 脸真的超臭的 我是对自己很没送 最后登顶之后 我就用剩下的另外一颗电池 再去飞一次 那这次的角度就没有抓得这么的好 但是至少还有 拍到一些些的画面回来 只是那个电池的寿命一样 就是剩下七分钟的时间 所以你考虑到你起飞跟降落的时间 你只能够飞一下下而已 而且圈谷的景就这样没了 那变成很漂亮 对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 我的空拍机的电池们都已经老化了 然后我这一次没有舍得去换新的电池 你现在是要换新的电池 还是要换新的空拍机 因为你那台好像也蛮久了 那一台有一段时间了 可是我觉得它还能用 最主要是因为你现在能飞的次数太少 对啦我觉得它还可以用 所以主要就是我应该要换了新的电池 再上山再飞 因为那个大家如果看到IG上面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那个电池已经膨胀 那不像话了 所以如果有下次的话 我一定要先买新的电池 再上山 因为我原本想说 今年的预算已经花很多了 暂时 你看有些钱真的不能省 对我可能省一下 我可能那个空拍机就回不来了 对啊 所以以上的种种就让我有一种 莫名的心中的压力你知道吗 就是对我来说 这是一部很重要的影片 也是我们12周年的纪念影片 可是就是万事不顺的感觉 身体上面已经有状况 然后路后别人一大切 就已经很有压力了 虽然说001还有他表哥啊 我们这一次同团的山友们 对我们一直很照顾 人都很棒 对然后一直有等我们 然后也很照顾我们 虽然我们两个真的是脱油瓶 我就是要说 当脱油瓶的感觉真的很糟糕 你知道那个心里面 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就已经很大 但我很庆幸 你这次是陪着我一起脱 如果只有我自己一个脱的话 我压力会更大 可是当脱油瓶真的很有压力 是啦 就当下我们两个 真的变脱油瓶的时候 我真的压力也是很大 就不想要脱来别人的进度 因为很明显 他们真的是一直在等我们 一边要赶进度 然后身体状况又很差 没有办法呼吸 然后满脑子里面 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样 很好的去拍摄又怎么样去呈现这部影片 可是又没有时间一边爬一边去拍摄 无心之中这种压力就一直越来越大 然后又拍不上GoPro有问题 空拍机又有问题 就是足势不顺 我觉得应该是从主峰下来的时候 才开始比较好一点 对 再比较放松下来 就至少我们目标要达成 然后最后我们是跟 在登顶的那一瞬间 我们合照完之后 我们就跟我们的善友们分道养标了 因为他们要去挑战 他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只是我们觉得我们目标达到了 我们就是分道养标 他们继续走他们 然后我们就好好的在山顶上面 享受那一刻 拍照 录影 然后沿途慢慢的一边看风景 然后一边走回来一边聊天 这样子就谈笑人生 因为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 我们的目的当然是要登到顶 没错 可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剪很多座的百月 或者剪很多座的山头 我们两个人其实在旅游上面 或者在登山上面的目标 其实就我们两个人来说还蛮一致的 就是我们是希望可以好好的享受那个过程 去欣赏这些风景 好好的拍摄记录下来 而不是去赶着行程 好像那种周游列国 你知道像以前你爸的那种旅行团一样 去欧洲五个国家 然后就是上车 踩点行程 对 踩点行程 上车 睡觉 下车 尿尿那种感觉 我们想要的是 好好的在享受那个过程 用眼睛的欣赏 然后就把它们拍下来 就不要赶行程就对了 当然这有部分 这次有部分也是因为我们体力也没办法支撑 我们继续在多好几个地方 到主缝的时候我们已经就真的很快不行了 对 然后最后我们下山之后 从心情就比较愉悦了 至少目标达成了 然后还在山屋那边煮了新拉面来吃 就犒赏一下自己 也拉得出来了 好爽 对啊 但结果还是好了啦 只是回来之后我们还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我的服务射很不均匀 是很正常的 我这几天都完全不想拍片 然后我现在 你们如果看到有泛光的地方有没有 那完全就是晒伤的感觉 服务射超不均匀 但现在比较好一点的 我们前两天那个脸真的是快毁容了 对整个大脱皮 然后耳朵那边是直接晒到冒水泡 超夸张 我人生中第一次嘴唇耳朵晒伤 对然后我鼻子到今天都还有血块 因为我的鼻子比较敏感 你那几天好恐怖 我在山上 你请的鼻涕都是血 然后我在山上三天都在流鼻血 对 因为山上的空气很干冷嘛 对然后鼻子会有点受不了 然后下山之后到今天早上 我的鼻子里面还是有血块 但是下山之后最大的感受还是 人间真的很美好 就一切都是多么的珍贵 就以前一些很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也突然觉得很珍贵 你知道可以好好的在床上睡觉 可以洗澡 可以刷牙 可以用牙膏 可以用洗碗巾 这是多么珍贵的事情 连那个马桶我看到我的感动都快苦了 可以用洗碗巾这应该是你们有洁癖的人会更有感觉 就是垃圾还可以丢垃圾桶 你知道我看到垃圾桶我想说 你好珍贵有垃圾桶 你知道登山这种多天的山 对一个有洁癖的人来说 其实是蛮老实说啦 真的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 可是不要说你有洁癖 我没有洁癖我都觉得很痛苦啊 会吗 会啊 因为那个厕所是真的蛮臭的耶 其实我不介意累 这件事情 我就登山累但是有收获这些都要贵 可是像煮饭啊 你吃完之后你的碗盘不能够洗干净 就只能够靠水这样冲一冲 然后里面都还油油的 就是对我来说就是 这还好 你有当过兵应该都觉得还好 当兵也是这样吗 当兵那个洗碗巾那个水就是 你知道就是很简单洗一洗脚 你不太可能慢 不太可能长时间这样慢慢洗啦 是喔 你在心训的时候啦 我就觉得我餐盘有没有 没有办法把它洗干净 就是嗯嗯嗯嗯这样 我会很受不了 结果我要三天这样子 嗯 我已经很尽全力的去把它尽量的弄干净 之前起来的时候也没看你这么严重啊 因为那是只有一天嘛 对只有一天忍一忍还可以 但我就是觉得我的极限就是三天两夜不能再多了 所以我很佩服你也发现了 我很佩服那种可以去爬五天七天那种的 什么走人线那种有没有 我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 我要认清这个现实 就是至少在洁癖这方面你目前还很难克服就对 而且我们还戴着牙套呢 你知道登山的过程当中就是你随时随地要补充热量 要吃东西 你还戴着牙套 你没有办法就是脱下牙套吃完东西之后去刷牙 然后再把牙齿弄干净再戴上牙套 而且你在山上刷牙还不能够用牙膏 嗯 而且也不能洗澡 我们三天都没洗澡也不没洗头 这是我最不习惯的哦 你知道要每天洗头跟每天大便的突然都不能做 会很焦虑 对啊 所以也许这一次的vlog 不如预期中的那么的完美 但确实是很真实的一些生活记录 那没有拍到的画面就 让他成为我们心目中一个最美丽的遗憾 就受伤在心里面 如果下一次有机会的话 再去好好的记录来跟大家分享 好啦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稍微期待一下vlog好了 我们会尽力的把它剪好 然后呈现给大家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这次回来之后 不要再隔一年再去爬山了 我们中两年啊 我们不是把明年的扣打已经爬完了吗 我是说我们中间要恢复一些运动的习惯 不要让自己再这么堕落下去了 这次体力你没有发现我们真的下降太多了 也是啊 而且当脱油瓶的感觉真的不好 对 你看人家001每个礼拜爬山 结果训练就是有差 他今年真的是把我们横爽两三条街 对 他走有够快了 他去年明明就还好而已 也没有到还好啦 就是水准没有像今年那么悬殊 我可是去年四位里面他们票选为体力最好的人 我跟你讲这件事他今年讲了好几次 我去年爬起来南华州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 好啦好汉不停当年勇啊 我真的是很介意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体力给练回来 不要这样子 对啊001今年是真的走很快 他今年就是体力王 艾尔文也忍不住回他说 奇怪你明明平时在平地走那么慢 对啊 在山上见不如飞 001平时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三个人一起吃饭 他还跟五一投诉讲说 其实不是他跟我投诉 是我跟他讲 我说你不觉得你老板走路很快吗 不知道他到底在赶什么 是有人在追杀他是不是 因为平地的生活节奏就很快 赶工作干什么 你的生活节奏哪有快 我们生活在台北 生活节奏本来就很快 还是可以慢慢走啊 都不赶时间 我生活很紧张 所以我在平地走路的时候很快 结果001跟五一是在想说 我走路真的很快 他们两个人在抱怨这件事情 真的很快 我们每次才刚出电梯 走没几步 你已经在开车门了 我们想到到底在急什么 那001在山上飞奔个屁啊 哈哈哈哈 他在山上是真的很快 好啦 所以以上就是简单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听众赞助的抄袭留言时间 这是一个提供给大家赞助我们 这个Podcast的一个方式 大家可以在叙述栏里面找到 这个连结 然后上去可以 多那给我们的节目 我们会在隔周的时间 把大家的留言 把它给念出来 首先是感谢匿名者 每个礼拜没有留下 名字也没有留下 留言的赞助 谢谢匿名者 那下一位是雪山hiker 他就是我们在登山的时候 遇到的那一位 那一位啊 就是我们说他们下山 然后我们上山 然后跟表哥打招呼 遇到白墙的那一位 我真的为你们的白墙感到很遗憾 那你为什么带着笑容讲遗憾 我没有 有点讨人厌 希望你们下次再去爬雪山的时候可以出大井 希望下次再去爬 你知道这句话我就够令人生气了 我说他们 我说他们 或许对他们来说很简单 如果你跟我这样讲会生气 谢谢雪山hiker 然后下来是围城 他写出爱尔文51001 爬山注意安全多多休息 对我们已经平安的下山了 然后这几点也稍微的把布料 生活的布料放满一些 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 拼地的生活 就有啦有好好的休息 我们露营的明天啦 是5月1号 大家可能还在放假 但是5一是没有放假的 5一还是要上班 然后我这里也会开工 所以明天就开始回复正常的生活 那下来是星耀 除了留下欢庭之外 他有留下另外一封是写说 已经第100集了 希望Podcast可以一直持续地陪伴着 各位爱草们迈向人生中的不同阶段 当然还是少不了5一 爱尔文还有001的欢庭 谢谢星耀 每个礼拜都很准时地来为我们加油 那这个Podcast节目做了100集 陪伴着大概两年的时间 可以的话 我是希望可以一直地做下去啦 当然是一个习惯 然后接下来是Oliver 一样也是恭喜我们第100集的 继续支持 欢迎 谢谢Oliver 接下来是新加坡的理查 不是查理 不好意思 因为之前的爱尔文的节目里面 我可能念错了他的名字 他写说爱尔文Podcast第100集了 棒棒棒 人家明明就叫做理查 Richard 你却在99集的时候 讲成查理 生气气 就连我的男朋友 顺平也问我怎么换了一个名字 小小donate399 希望爱尔文的生活记录 YouTube以及爱尔文Podcast 可以越做越长长久久 谢谢Richard 不好意思啦 因为我个人那个阅读障碍 所以有时候我看字的时候 会自动修复字 所以留英文名字给我是比较万无一时的事情 谢谢Richard 不是Charlie 虽然说英文上面差别很大 但是中文字就是一个道装句而已 谢谢你 下一位是茂茂 他写说这段时间准备国外音乐学院的考试 每一次准备到很疲惫或者无望的时候 一定要听一下或者看一下爱尔文的Podcast YouTube来补充元气 这是我第一次赞助 很喜欢你们的节目 也很喜欢你们的互动 祝频道突破百万订阅 谢谢猫猫 百万订阅是有点太远了啦 我们就认真好好的经营下去 也希望大家一直都在这样就好了 也祝福你的国外的音乐学院考试顺利 这是我小时候的 曾经写过的志愿之一耶 你说在国外也念音乐学院吗 对啊 不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小时候国小一年级二年级 不是都会写什么我的志愿 然后因为我很小就学钢琴了 所以就曾经有写过什么音乐家 太空人之类的这一种 音乐家还好吧 不知道耶 感觉那个时候的梦想是家人赋予我的一个幻想 可是你那时候应该也是真的喜欢音乐吧 还是你小时候其实还好 现在比较喜欢 没有可能因为小时候会的东西不多 感觉那可能就是其中一条出路 哦 对啊 所以你没有那种很荒唐的吗 例如什么魔法师啊 之类的 我可能 你的志愿不会写这种东西吗 谁会写魔法师 我啊 你小时候的志愿写魔法师 小时候 不是都是天马行空吗 怎么可能 那是我国小一二年级太务实了吗 你国小一二年级你该不会跟我说 就在玩RPG啦 不会想玩这种东西吗 不是你 你该不会认为魔法师是真的存在吧 国小一二年级的 那时候应该也不是太认真在写啦 应该是有点细烈的在写吧 我以为你是认真的觉得 这个世上有魔法师这件事情 我也没有那么蠢啊 我想说国小一二年级 应该认清这件事实了吧 是认清的啊 就像国外的小孩小时候讲说 会有生的老人 对对对 一二年级 说不定有人还以为有啊 我小时候可能就是比较务实一点 太空了也没多务实啊 可是至少它是真实存在 人类的世界当中的啊 魔法师 你怎么知道没有存在 你看那么多 好吧 我可能内心有一小部分 喜欢它真实存在吧 是不是 接下来是Gin的小约 他写说 祝五一和爱尔文十二周年快乐 谢谢 年长者优先 等一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听起来很不顺了 所以他写说 祝五一和爱尔文十二周年快乐 年长者优先 所以谁要念年长者 风沙 他说愿你们能够一直成长下去 在健康家庭职业生活 甜蜜度粉丝体重上 体重上好像不用啊 对体重上可能不太需要 加油加油 看了你们的IG的浸食动态 好期待雪山的影片 那这个礼拜 他一样也有留言 要对上期说 他写说 上期愿你一切都安好 虽然已经有三个月没有见面了 还是莫名的喜欢你 立刻有 然后就写说 期待六月的假期 好希望远距离 等你们能够赶快见到面 因为远距离真的 我体验过 好啦谢谢Gin的小月 也希望你们能够赶快见面 那接下来是Michael Lee 他写说 一百集咯 恭喜希望你们 能够表演棒壳舞 庆祝迈入Podcast第二季 001听到了没 对001听到了没 我觉得我们的频道 就是在期待001 可以做一个棒壳舞 他已经从去年的尾牙 欠到现在 棒壳我原本还怕太重 我发觉001被十几公斤 都见不如飞 以后我就觉得他没问题 这我就放心了 对 他棒壳舞还可以跳两公尺 哈哈哈哈 一个飞舞的棒壳 我期待他有一天 带着棒壳上雪山 哈哈哈哈 这是频道的特别计划吗 如果他带着棒壳上雪山 他是一路的焦点 他是全场焦点 他单攻就好了 接着回来 他说期待你们的登山影片 狮子座 夸湖或只有我的水腻 终于过去 之前趴车把车头弄花 工作不顺 新公司面试又没有回应 心情很烦躁 终于Lucky7 在完成了7次面试之后 拿到了新工作的offer 可以实现我和Ben的五年计划了 恭喜 然后他还有第二个留言是写说 现在烦恼的是要怎么样跟我主管请辞 他是我第一个主管 教会了很多工作和待人处事 把我从事业提升到部门的主管 之后大家去了不同的公司 去年他又邀请我来当他的副手 向他请辞真的很难开口 Ben 我们将会在这三个月一起转换新的工作 熟悉新的环境并不容易 加油吧 为我们的家一起努力 Love you 这种工作环境原本不错 上次也带你很好 要讲离子好像的确有点难 你那时候也会这样吗 我那时候 会觉得很难开口吗 你应该还好 我还好 原因是因为虽然说我的政治工作 给了我很多大的帮助 也是我能够顺利的留在台湾的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也被压榨的够多了 就是我觉得我有还债你知道吗 就是我有付出足够多的努力 我的离开我并没有为我带来愧疚感 我有尽我全力的把我的人生跟生命奉献给这个工作商 讲得那么夸张 有吧 好啦你那时候直接的确是 有吧 工作时间很长 而且很努力的拼 有些都到半夜 而且是很努力的在拼所有的工作内容 对 所以我自己是没有这份愧疚感啊 但是我也能够理解Michael他所说的 就是一个主管对你很好 然后也把你也很看重 也很器重 你 然后带着你 也教会了你很多东西 然后要跟他提离职 你知道就像我对了你这么的好 You know 你不要情绪勒索人家好不好 我不要情绪勒索啊 就是你看我对他这么的好 放假又给他放假 然后工作环境又好 好了 加班又有给他补食素 好了 可以了 登山还请公假 好了可以了 好啦希望你能够顺利的跟主管们开口 不过说真的啦 如果这个主管已经是把你当朋友 或者是真的为你好的话 就是你如果真的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 我相信主管应该还是会 应该是会祝福啦 话不要讲太满 我是说应该啊 应该吼 对 但是人情还是要还完啦 You know 你怎么那么多全体啊 好啦 希望你跟班的五年计划 能够赶快的实现 祝福你们 谢谢麦克力 那接下来是 是五一同好 但是不是五一的幸运锁炼 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写吗 很多人以为他是五一吗 对 为什么啊 因为他可能很常会在IG上面会 接图啊 或者是做图来帮我们宣传我们的影片 然后在频道上面的留言 他也因为他是百科全书 比我还勤奋 对 比你还勤奋的会留言 所以很多人以为他是五一 所以他特别声明一下 他是五一的同好 但是不是五一的幸运锁炼 说恭喜爱人文 第一百集的podcast 准备要进入第二季了 也恭喜爱人文跟五一的爱情长跑 尽力的迈入第十二年 正式踏入频道 当爱草也快要三年的时间了 期待爱人文优质的影片 再度的陪伴这爱草们度过第四季 第五季 一直不停的走下去 原来只有三年 我一直感觉你知道 这些资深 对 你不觉得跟这些资深爱草们 感觉好像已经认识十年的那种感觉 就是跟大家好像已经很熟了一样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频道的支持 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也非常的照顾我们 可以的话我们当然会一直的做下去 谢谢幸运锁炼 那接下来是Sinus Pen 他写说恭喜一百集达成 刚爬完百月的你们 是否有什么样的改变 希望你们一切安好 改变就是刚刚所说的 就是对身边的一切都非常的珍惜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没有网络 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在山上那三天 几乎我全程飞航模式 当然我可能有部分的心态 是不希望厂商可以找到我 因为其实有一些点就是某几站 其实是稍微可以连到网络一下下的 但是我又觉得不太好意思 原本那时候是想要一直想要找网络 但是唯一开的那一次实在是让我有点气到 因为五一在雪山的主峰 就最高点的那里 就刚好有个地方有讯号 然后我就利用了这个机会打给我妈 然后给我妈看一下我们在雪山顶 那边还不错 对但是我们没有排片记录下来 就是那时候就是刚好 我就突然想到灵机一动 想打给我妈一下 你看有网络我做第一件事情 是打电话给家里人报平安 你们看我多孝顺 就五一干嘛 五一第一件事情开股市 结果那天崩了300多点 400 400吗 大跌400点星期一的时候 不是300点吗 400 是哦 300是隔了两天再点300点 结果他就在雪山顶峰 原本我们两个人是很开心很兴奋的 结果他就瞬间就到那谷底 我就觉得周遭白墙全部出来 明明是一片大晴天 什么心情都美了 有啦 我觉得生活上面还是有一些改变啦 比如说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 我既然都可以在山上这种环境底下 还愿意去煮饭 为什么我回来我会懒得煮 所以你们有发现 我回来这几天比较愿意煮东西 有吗 不就今天而已吗 昨天也是啊 前天也有啊 泡面而已 还有早上呢 做葱刀饼啊 煎蛋啊 我今天还做十颗糖心蛋啊 因为我必须承认 我过去一年以来 我有点懒得下厨 对 我好像有这个发现 你记得吗 你家装修了那一阵子 我每天帮你做便当 可是我过去一年 可能工作也忙啦 就想说 就买一买算了啦 就懒得再洗锅子弄东西这样子 对啊 好像每次叫你用 你就觉得 都还要洗锅子 还要干嘛 就觉得很懒 所以这几天 我觉得有稍微平衡一下 就是去山上玩 体验完一招之后 对平地的一些更加的珍惜 然后也比较愿意下厨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谢谢Sinus Pan沉默之笔 那接下来是西区第一美 他说我是西奈草 很喜欢你们的价值观 生活态度 我也要一起努力 好了 生活上面过得 开心正面就好了啦 谢谢你 一起加油吧 然后下来是小李 他写说 刚看到你IG的故事 登山小心 其实有点羡慕和惭愧 因为自己和爱尔文 差不多大 但是登山已经不行了 加油前进 不用惭愧 因为我们那天发现 很多那个老先生老奶奶 甚至六七十岁 都还爬得比我们轻松 对 他们真的很厉害 这件事情就是你习惯常常去爬山 或者是你可能每周 每两周 他们好像是说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去爬山 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去爬山 他们体力好得不得了 当然不是每个礼拜都是爬这种大山 有可能就是周围的小山这样 对 就是他们很常在训练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登山是一件感觉蛮轻松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这件事情应该 除非是可能身体有一些状况 要不然我觉得稍微训练一下 应该都可以做得到 如果有心想要做到的话 你看五一 虽然18岁 你给我做一点 虽然18岁甚至也是爬到很喘 对不对 对吗 继续讲 继续讲你要讲什么 所以五一 但这次的确有开发出钱 因为我一直以为我那两点多起床的 那个我会很累 但其实那一天体力还不错 对吧 你觉得现在不还来得及吗 笑屁 所以小李你应该其实也是可以的 就看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下来是阿光 他写说恭喜Podcast爱尔文迎来了第100集 谢谢你们用假日休息的时间来录制节目 还有熬夜剪辑 赶在清晨5点的时候发布 从最初 蛤 什么 我说还好啦 不会很累 加油 你现在是一脸轻松坐在那边讲是不是 剪的人是我 他说从最初的简单的小房间 直到现在很有质感的办公室 这一路走来都很不容易 现在每周第一天上班日没有停到 反而会觉得有点不习惯 加油 迎接下一个百集 谢谢阿光 谢谢 第二季就是从101集开始 到200集 感觉很久 两年的时间 因为一年就52周 你有时候停更一下 就差不多就是两年的时间 如果这样子做后 我当个YouTuber可能也当了快十年 算了不要想那么远 谢谢阿光 下来是Hangu 他写说虽然事前已经知道会停播二周 但是周一上班还是会下一次的打开Podcast 哈哈才发现休息啦 希望你们这一支的雪山收获满满 晒上耳朵尽快复原 现在的疫情感觉病毒就在你我身边 我们都要为关心我们的人保重哦 台湾加油 欢迎 谢谢Hangu 对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现在疫情的确很近 我甚至是五一最近觉得最近的一次 因为像他直指的安清班老师也感染了 对 确诊了 然后他的弟弟的同事们也确诊了 甚至是五一办公室隔壁可能就有人确诊了 对啊 对所以真的是距离还蛮近的 大家就是保重 然后做好防疫 就这样子 我们也不能够做更多了 那下一位是潜水爱草默默 那写出爱尔文无一你们好 我是低调的资深爱草默默 恭喜爱尔文一百集了 要在今天给你们大大的支持 每个礼拜一听你们的频道已经是一种日常 喝拿铁也是我在工作上的生活习惯 每当开场的拿铁冰块声 也会让我整理心情一起在工作上加油 看到你们挑战登上雪山处风 真的替你们开心 十二周年快乐 谢谢低调之声爱草默默 浮出水面来给我们加油打击 谢谢你 然后tyh平方 他说老婆谢谢你陪我一起和家人出游 也帮我照顾家人 辛苦你了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 慢慢的让你的家人接受 我们在一起爱你哦 怎么好像跟我们有点像 什么意思 可是你没有陪我家人一起出游 我也没有陪你家人一起出游 虽然我很乐意啦 我去澳洲的时候应该就会陪你家人一起出游了 你确定不是我家人陪我们一起出游 应该互相陪啦 好啦希望你们 希望爱妈来台湾哦 带你出去玩 现在我们应该可以带她去比较多地方玩了吧 对啦 你以前只带她去101 还有啊终中纪念堂 好啦祝福你们tlh平方 然后最后一位是红 他想要借用爱尔文的口 给在5月4号生日的他说一声 生日快乐金牛宝宝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原本打算在这个劳动节 还有开灾节的廉价带你上云顶玩的 啊 怎样 云顶我听了好多次啊 什么时候带我去 看你什么时候跟我回去马来西亚 你什么时候行程排的马来西亚 你跟我讲 我 马来西亚就是一个随时说走就走啊 你跟我说明天要去 我明天就会带你去的地方啊 这有什么好难的 可是我们的目标好像前面还有两三个地方 我跟你讲 马来西亚真的就是你 你说明天走 我就明天带你去 这完全一点难度都没有 到那里有这个朋友借车 或者搭车随便你 你那里还有朋友吗 还是有一两个啦 哦 那云顶大概要排几天 云顶两天一夜就够了啦 真的吗 不是我跟你讲为什么 等一下云顶我去我到底会不会失望 你们给我 现在给我很高的期待 你跟凯旋每次都说云顶云顶 屁咧 云顶是你不知道从哪里听呢 我从来没有跟你讲说云顶 是你们跟我讲的 我没有跟你说 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云顶 没有你就听过而已 可是我从来没有跟你讲说云顶 多好玩多厉害 你们就说那里有什么赌场啊 什么那里的饭店很棒啊 等一下我先把他的留言先念完 好 他说原本要在廉价的时候 带另外一半出去玩 去云顶玩 但是很可惜你有事情要忙 脱身不了 脱不了身 脱不了身 已经在你的grab的衣卧了厨值的一笔钱 先去买你喜欢吃的吧 怎么那么棒啊 这个星期日我们见面的时候 再帮你小小庆祝 等你有空的时候 我再带你上云顶玩吧 生日快乐哦宝宝 生日快乐 祝红的宝宝生日快乐 好来回答刚刚的问题 刚刚也是什么问题 云顶的问题 云顶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也许我们 就你们讲的 我又不可能听别人讲 也许我们真的有提过 但是我们会说是我们以前高中的记忆 或者是我们高中毕业那段时间的时候 我们会可能发神经 就突然讲说要去云顶 我们就可能搭车上去啊 怎样怎样 但是云顶为什么对很多马来西亚人来说 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原因是因为马来西亚在赤道 它全年都在夏天非常的热 云顶是少数的几个地方 可能会下雪的吗 它没有到下雪 它就是可能15 16度这样子 你知道对马来西亚人来说 已经是很罕见的 就是个度假圣地是不是 对 就是避暑的地方 难得你需要穿到外套的地方 你的外套难得有机会穿在身上的地方 就是云顶啊 金马轮啊 这种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然后他又是开车可以直接上去 另外他也是全马来西亚少数的赌场 那他是可以合法赌国 对啊赌场嘛 他的确是有赌场 然后有户外的游乐园 就是过山吃了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是 那他游乐园的规模大概是怎样 六福春吗 应该有比六福春 还是迪士尼 没有到迪士尼 但是比六福春再大一点点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我真的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 你现在话是不是都不敢讲太隐瞒 对 因为他的饭店也是一家一家的在盖 可是盖完之后就是可能每十年 就会有新的一个集团再去盖新的 每十年去 那应该是蛮新的啊 可是就是旧的也很旧啊 然后里面也会有百货啊 逛的地方 然后也有点像那个澳门的那种 百货公司有没有 就是一栋接着一栋 一栋接着一栋 威尼斯那边 对威尼斯那里全部都贯穿起来的那一种 那感觉还不错啊 为什么两天就够了 好啦 如果你是第一次去的话 也许可以到三天 因为我们也不会在赌场待很久啊 我们就是参观参观 我们不是真的要下身去赌 嗯 我要跟你讲就是 为什么那个地方 会是马来西亚人觉得好玩的地方 原因是因为他可以避暑 他很凉 他很清爽 然后以前 有景色吗 就是 像日月潭这样 少数的地方是 你会看到很多的雾啊 云啊 这样子的 白墙吗 对就是白墙 就是白墙 不是在马来西亚很稀有啊 比如说马来西亚对白墙觉得很稀有吗 住马来西亚的上山都白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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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